我叫禮國,盡禮效國 至少我便受到父母那套富裕家風的思想影響 他們經常說禮就是很久以前的人教導我們應該做的事 要尊敬長輩,真心對待朋友 同學同學,你有沒有事? 不要緊,不要緊,陪伴你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你看你還沒經過,我借你抄 你也知道我不是抄,不借你抄的 好啦,上次我借你抄,一抄給我 好啦,你先抄吧,明天請你用汽水好不好? 不,我可以教你一個五分鐘之內完成的方法 好,好啦好啦,那你教吧 什麼魔術啊? 是什麼啊? 嘩! 什麼啊? 不好意思啊,我們應該模型地換惡 對不起啊,對不起啊 為什麼要跟你們說對不起啊? 這麼大的地方,它還要死嗎? 是,我們藏寶人的確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可以推四的 我們走吧 玩幾能?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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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幫你老爸買菜煮飯嗎? 真是乖啊 是啊,王哥 這次我買了一些南韓和瘦肉等等來煮炭煮湯 咦,這些燒豬好香啊 是啊,今天是母親死的 唉,都五年了 是啊 是啊 都好了,拜拜 拜拜 當很多人都忘記什麼是禮的時候 我仍然還記得母親 對禮的教導 她經常說 只要你想有禮 就可以實踐禮 我 還想再聽母親的說話 我 好想念她